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最给力 我是阿格林 今天要带你从世界总经到台湾的财经 在最短时间帮你一览无遗 好 一开始要跟大家聊 持续进入到这个5月了 今天是我们5月第一场的录影 那通常进入到5月的时候 台股常常会有一句话 叫做五穷六绝 那现在看起来似乎是真的有这个味道 因为高居不下通膨 以及可能会提前缩表的情况下 现在股市其实状况真的都不是到太好 那周四的凌晨 这个联准会即将要公布最新会议的一个结果 那到底会升息几码 我想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那目前市场上大家预期大概会升两码左右 那如果超过两码的话 这个对市场压力似乎就又更大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美国十年起公债殖利率 似乎也开始提前反应 即将要公布新的这个升息的这个进度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十年起公债殖利率 已经到2.99了 大概是3%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3%水准 势必就对股市有很大压力 所以你看最近股市 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在台湾 如果有上涨 那可能过一下又往下掉了 因为市场上投资产 其实我觉得还蛮人心惶惶的 风高就出 这个风高就出也不是赚钱 就是少亏一点 就欧米斗就很不错了 所以现在市场上看起来 似乎没有让我们乐观的理由 但是呢还是有不信忠的大幸 不信忠的大幸就是这个PCE 这个物价指数PCE呢 年增率6.6% 看起来也还是非常非常高 代表这个消费者的支出节节的高升 不过呢是一个低于原本预期的表现 原本预期这PCE会到6.8% 可是公布之后是6.6% 因此大家就会想说是不是通膨 有提前触顶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呢 所以呢现在的数据看起来 虽然通膨还是很高 不过其实还是有机会看到这个通膨提前触顶 因为我们看到不含食品跟能源的这个核心的PCE 核心PCE就是扣掉这食品跟能源 因为食品跟能源毕竟是一个波动也蛮大的一块 那你把它扣掉之后 就更能看到一般来说物价的一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3月年增率是5.2%低于市场预期 所以也低于2月的年增率 所以通膨真的有机会触顶 那阿克里也是觉得说希望通膨赶快不要那么严重 这样我们的这个购物的压力也比较小 那对股市的压力势必也会比较减轻 好那在这个美股暴跌以及这个世界各国 包含我们台湾股市都这么弱的情况下呢 到底该怎么做 我们的世界首部马斯克 马斯克特斯拉老板也分享了投资的三个金率 阿克里的团队我们小编就很用心的帮他整理出来 是哪三个 他说买几家生产您相信的产品服务公司的股票 这个是蛮有道理的 因为你如果长期认同一家公司 你不要因为股价下跌就觉得说公司可能会怎么样 像我最近也收到蛮多这样的讯息 大家就会问说 阿克里某某公司跌成这样会不会跌到下市啊 我看到就笑了你知道吗 其实股价下跌啊会有下市的疑虑 这个是比较偶然的状况 就是说这个公司可能财报真的出了问题啊 或者被掏空 那股价一路下跌 不过拜託 现在是全盘接跌的一个状况 所以外在环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不会跌到下市啦好不好 好 当你认为他们的产品跟服务趋于恶化的时候才出售 像我手上有很多的公司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三月的营收 以及预估四月营收可能还会不错的情况下 其实股价下跌 我想的反而是如何的去做加码 不过这也是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这个资产配置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手上如果都没有留现金 股票下跌 你当然看到只有风险 看不到机会 所以市场下跌的时候千万不要惊慌 不过呢 看完马斯克这三点之后 网友的表示应该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看的话 我想说 你在放肥 为什么 马斯克上周 不是有公布消息吗 他自己才卖了他们家公司 股票卖了40亿 而且是美元 看起来是不太相信 他自己公司的产品 好了 总结来说呢 现在在这个升息 已经即将要公布的情况之下 又有可能会提前说比较疑虑 在现在利空这么多的情形 手上的持股该如何的调整 以及很多股票都已经跌到地板上 那是不是有逢兵买进的机会 就是跟大家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 首先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经典的组合 首先是我们古怪教授薛成岳 以及我们的腰骨大师敏昭 好那一开始呢 请教一下教授 教授 礼拜四这个凌晨 即将要公布 这个升息的一个幅度 那市场上大家是预期两码 那我想如果最后公布是两码 可能大家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对不对 但是呢 大家也很担心的说 台湾会不会有跟进啊 我们看到 刚公布的第一季的里监式会议哦 那里面记录了什么 因为啊 贪心通膨跟房价的预期的心理啊 他们认为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 应该跟主要国家联动 我相信这样的讲法大家也不例外 所以央行的升息的步调 恐怕 难以按下这个停止键 因此在美国一直要升息 台湾啊 也有可能会跟进的情况下 虽然之前 这个 杨老大 杨金龙说 可能这个幅度 不会到那么的 一致啦 但是升息的大方向是比较确定的 所以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 股市会不会 还有机会更低啊 因为在之前大家本来想说 升息大家都知道 股市也下跌了 有一个V转 大家反而想说是不是要结束了 但最近股市又往下走 教授这一块我们该怎么去看待 其实全球升息的这个趋势是避免不了 因为 为什么我们的杨总裁会这样讲 第一个你看美国其实三月就升息了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升级码的问题 那加拿大也升息了 那英国可能要连续四次升息 澳洲也要开出 十年来第一次升息的这一枪 所以 如果在全世界都升息的 情况下代表他背后的这个通膨的一个 问题一定是很严重 一定有必要去解决 那我们 不可能独善其身嘛 毕竟我们也是要靠这个进口 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 升息的 幅度只有大跟小 没有要不要的问题 那当然大家会在讲说今天晚上 这个不是今天晚上就是那个 那个礼拜 四的凌晨 那 这个联准会 到底他们会议结果会不会升息 实际上我觉得最近我们在看这个 美国股市 因为大家都说 看你会不会升息 我说我就看你 变什么花样 对 币三一棒 对 币三一棒 实际上我跟大家讲 大概路径是这样 2加2加3 2加2加3 2加2加1 5月6月7月吗 如果是223的话 那代表什么前面两次 这么强劲的升息 没效 哇 那就 那就表示通膨的问题 真的很严重 那如果是221 大家会很开心 因为表示前面两次的升息的效果出来了 就不用那么激烈了 所以后面 靠近年底在这里的升息的力道 可能就会稍微趋缓 这样教授我们懂了 所以之后大家要关注的不是说 到底升多少而已 要看 这个升 是不是由大到小 对 是 223 还是 221 那因为 22 这个环节 其实已经先影响了 整个 股市的一个 卖动了 为什么 22的情况下 我的本益比一定要被调降 对 还有我一直强调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讲过非常多次 我今天不赘述了 他对 企业的影响以及对 民众消费信息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 这些美股的部分 你看像这个 亚马逊 这掉下来 Meta 都掉下来 然后Alphabet掉下来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Netflix 这个我一直在讲 这个上次我们就讲了 我就说 你当你 你 这个 消费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先选择的是不吃饭 你先选择就是 退定 不要看影音了 努力的去工作 不是啊影音还是要看啊找免费的地 我都用我解的 家人共享 我都想办法破解那个免费的 但是他会一直跳色情广告出来 比较麻烦而已 但你不要冲动 你不要把你秘密讲出来 你不要冲动又去按了色情广告 这个要小心 就变免费最贵 对免费最贵 然后像Intel你看也是破底 对不对 AMD 其实这都在反映一个事情 大家不要觉得说 这个不是一支股票的问题 这个是一群股票的问题 而且都是大支的 那就表示说这个产业的 后续的一个发展 其实 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 我觉得是这个 当然背后的关键还是在于 美元的部分 像每次我都会帮各位整理这个叫美元筹码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资料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在看美元的时候 其实从 今年 农历年回来 我来这个节目 我就一直提醒大家说美元会一直走强 美元会一直走强 邱教授 那当然 很多人都 都没来把我信到 等到这个 现在来问我怎么办 对 我就说 叫你不要做这件事 你的便宜要做 做之后再来问我说要怎样 我就把他扒下去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其实我也很为难 我就叫 师姐来给你处理一下 师姐 这时候我只能 还是叫季工 来帮忙了 对不对 这个很困难 我要讲实在话 就是现阶段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 对 但是 我们能肯定的是 大家对美元的看法还是 持续的强势 你去想一个 如果说美国 升 比如说升到2.75好了 对不对 比如说 本来我们是 0与1之间 不是 本来是这样 0跟0之间的距离 假设 然后结果他升到2.75 我们不想升那么 我们升到1 这个差距其实拉大了 那自然然资金就会往哪边流 往美元流 对 那现在当然你说国际资金的一个流向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是 各国升息的力道跟美元之间的差异 那以目前来看美国的确实他的通膨的压力特别的大 那他升息的态度也特别的硬派 所以为什么所有 资金往这边流 然后 国际的这个 期货的筹码 其实也是相对看多 大家都在踢走卡位 就是要卡位 那 当你说卡了 大家都卡到位子以后他就不会再涨了 就变这样 但是美元 是不是相对强势 是 还是 但是他还有没有空间 可能就少了 所以 你要问我怎么办 我也不晓得 对 但这个 资金流出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他也不会一直 流嘛 总是会稍微停一下 会到一个平安点 对 那当然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 还是美元10年级公债殖利率 其实我这边 稍微跟大家 简单的分享一个观念 好 很多人认为说公债殖利率 很漂亮要去买债券 当然 那个是对 法人来讲 我标到这个债券 标到以后我放到到期 比方说受刑业者 对 那我标 3年起 比如说10年级公债殖利率 3%好了 我标到这一批债券 那我放了10年以后 我每年的报酬率就是 就是3%嘛 对不对 殖利率的概念 利息是固定的 对 那我到期我会不会有损失本金 可是我们一般投资 你不是去标到这个债券 你 你是去买那个基金 或是ETF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喔 假设当时殖利率比较低的时候 然后你觉得殖利率会涨 对不对 你觉得以后会不错 不管我觉得在这边买好了 这里的殖利率其实当时1.2 你觉得还不错 你就买了 你知道吗 他这样跌跌了多少 跌了10% 就真的是赚了利息 赔了 跌了10% 那如果未来 升息的趋势是确定的 只是快跟慢 大跟小 还是一直升的话 那殖利率是不是继续往上走 所以公债殖利率3% 假设变4% 你赚那1% 但是 价格我不知道会跌多少 不要说跌个5%好了啦 那你还是赔钱 美户期 所以这个逻辑大家要懂啦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 在升息的环境下 投资美国10年级公债的概念 其实是 需要讨论的 我不能说错啦 因为这样子 会被基金公司打乱腿 我想那个教授讲到很大一个重点是 债券保本这件事情是买债券本身 但是投资人买的是债券的基金 或者是债券的ETF 没错没错 其实那个不是保本 价格是会变动的 对价格是会变动 所以最近一些 像那个什么 债券天王 小天王 不是葛罗斯 就另外一个 他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 他赔很多钱 因为他的操作就出现状况 那最近他又赚回来 因为他反而不是买10年级公债 他跑去买新一市场 当然这中间有些操作的细节 可能不见得 我的意思说不是叫你去买新一市场公债 我意思是说 现在的债券的操作难度 其实 不比股票 简单 对对对没错 就是说你这样做其实不见得比较好 我要提醒大家 那因为现阶段在升息的环境下 你房贷的利率就会一直跟着上来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不论是 这个1到5年的 那 这个15年的30年的利率都不断的攀升 你看像阿格力房子这么多间 不要讲出来 对对对 阿格力没有那么多间 对对对 那你看他没有那么多间的情况下 房贷利率的攀升 他心里面应该也会开始盘算 对 到底要不要买房啊 之类的 就是我没有那么多间 我不知道变有那么多间 或是我有那么多间的人 我的利息支出 要不要少间一点 这样子 对对 就说我不要串得多 不用讲一间 对不对 有时候就是烦恼这个事情 你的烦恼真特别 我串三的 三间 有钱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真的 那 这里面当然我要特别讲清楚 对 什么样的房市会产生影响 对自住的一定会产生影响 一定会的 因为我自住是贷款的 我又不能 不能卖掉 卖掉我要住哪里 好 所以要不要买这件事情 就会产生影响 就是 我可能就不想买 因为 利息会增加 已经买的人 他势必会排挤到其他的消费 一定会 所以 房市是不是一定会崩盘 我跟各位讲 其实 其实这个想法其实有点 其实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问说 贷款利率增加 房 房价会跌 我觉得合理 但是房市不一定会崩盘 为什么 因为 那就代表所有 很多自住人都要把房子拿出来卖 不可能 这个不太合理 对 那 2007年当时 次贷风暴是 他的 他是因为 这个 很多人当时是被 被骗进去 被骗进去 然后用贷款买房 这个不一样 跟这一次 不太一样 所以 我觉得有点真 有人这样讲 我觉得有点真 教授觉得会修正 但是你说 幅度不大 这是两回事 我觉得幅度不大 但是呢 对另外一块就是 租赁的部分 租赁的部分 因为他可能 不愿意买嘛 因为他觉得成本太高 其实他反而是不是会去租房子 这个 需求就会增加 对不对 因为我的利息支付 我发现 我干脆还是 租房子算了 所以对租赁 反而租赁 我觉得是会成长的 尤其是商业类的 这一些 所以我觉得 在看这个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 不是单纯的就是说 房贷利率上来 房贷族的 这个利息支付 人家房市会崩盘 这个 逻辑有点来得太快了 这个我觉得 这中间跳得快一点 也许后面 房价确实会有一些修正 因为毕竟 但是他的传导 传导的效果会比较慢 对 传导的效果会比较慢 你看之前我不是在讲传导效果吗 我说 你这个通膨的问题 后面的影响 一点稍微持续发生 两个月前就讲 对 房贷的传导效果会比较慢 就说从房贷利率高 攀高以后 导致 房市崩盘 这件事 因为自助客还是 他还是 而且 而且你说我的利息支出增加 我就把房子卖掉 没有这种事 邏辑怪怪 对 那会影响的是什么 新增 购买的 新购户 新购户 也不会马上就觉得 因为他还没付过利息 那只是可能 他要去看房子 然后 等你利息涨很多的时候 他才会觉得 跟我原先盘算的不太一样 就出价的这个幅度 就不会那么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没有那么快 然后 但是开始慢慢影响 当然最主要我觉得还是在 物价的部分 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 确实你看三月份 美国的 已经攀上来了 而且 这个我们都讲过我不多说 但我觉得特别看一下欧洲的部分 要看欧洲 因为我们发现欧洲最近攀 上来的速度也变快了 因为欧元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也开始接近8% 这个幅度是用跳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年增率 跳的速度这几个月下来有点快 因为之前 我在看欧洲的资料的时候 他们是说我们的 通膨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从俄乌战争之后 其实这个影响 确实也出现 不然是石油 天然气 都涨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块 大家还是要 特别留意啦 就是整体来讲 应该就是 通膨的问题 绝对不是短期 可以解决 所以我们后面要看是223 还是221 好那教授也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之后升息 这个是 事在必行 已经是电房 的事情 已经是电器房的电了 只是说到底这个升 升息的码数 如果是所谓的221 那当然是最好 那你升息越来越少码 就代表说之前升息的码数 确实已经对通膨产生降温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教授说的这一点 好那刚刚跟教授聊完这个通膨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的需求 我觉得现在 为什么股市 这么的疲弱 如果有一个原因就是通膨 让大家这个消费支出可能会有排挤 进而 达到所谓教授的 连锁效应 也就是说 企业的营收就会变少了 那 另外一个议题 我觉得是 这个 制造端确实也有点状况 我们看一下美国4月 ISM制造业的指数 这是4月是55.4 那 3月呢 是57.1 也就是说 这是呈现一个 衰退的情形 而且是2020年以来 新低的这样的一个位阶 所以确实制造业的景气目前看起来 确实是不是太好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 需求面可能有问题以外 刚刚那个可以看出 需求面可能有问题 所以制造业指数才会下滑 另外一个层面是说 就算我有需求我可能也出不了货 那可能就进而影响到我的营收 像我最近 买了除湿机 就 就要等一个月 等一个月之后又叫我再等一个月 不错 我们会不会以后未来 一年的节目都在讲除湿机 没有我除湿机今天晚上会到货 我去别家买 比较贵的 就是那种高CP值 通常都被大家抢光 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晶片跟其他的 原物料 都还是持续短缺 所以造成是说 不管现在 手机 例如说苹果资金长库克就讲 iPad在最近一季 会有 严重的一个供应的限制 为什么 市场上其实还是有人要跟我买iPad 但是我就缺晶片 以及这个上海 中国 有一些封城的一个状况 都影响到 这供应年 更不用说 是这个车用晶片 教授我最近订了一台特斯拉 Model X 但是呢据说这个交车 大概两三年 所以我也只是 是想说排爽了 还钱护杀钱 靠娘 所以车用晶片确实也影响到 车子的一个攻击 所以教授我们综合这样来看 需求面好像下滑 因为通膨拍几道消费 那真正有需求的部分 不管是车还是一些 大家有信仰的 Apple的产品 又因为这个 零组件的短缺 没有办法顺利的供货影响营收 所以接下来这一块 接下来选股 我们该怎么去做思考 你刚才讲那个定两三年 是以现况来看 对 搞不好等到两三年后 他跟你讲还要再两三年 也不无可能 现阶段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未来会出现两种阶段 第1个阶段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 相关的材料短缺 对 所以大家下订单 然后呢你会觉得还拿不到货 你会去等待 对不对 这个时候有产生一种假象 就是供不应求 可是这个供不应求不是因为供给 需求量真的很大 他可能只是一个正常的订单 那正常的订单 然后呢我的 晶片啊这些因为 封城的关系啦 然后他没有办法供应上 然后加上 那现在大家的库存 其实很多在图的啦或是现 现有库存 全部加一加可能只能做 未来 这个两三个礼拜 好那如果封城的情况没有解决 他用他就停工了嘛 那这一停工 你就觉得说哇夭壽 供给量是零嘛 好那就让市场觉得好像 很不错 那可是这时候这是叫第1阶段 第1阶段 那假设最后解封了 然后 这个材料能够 原物要开始顺利的 材料都开始供应了 那我开始增加库存了对不对 这是要进入第2阶段 第2阶段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 就像这种人 让厂商觉得说你看很爽 我们好多订单 我可能到时候会测单也不一定啊 对就是 现在大家就手痒嘛好玩嘛 就开始 然后 等到 真的快靠近的时候 然后那个 那个你还设了一个形式 跳出来说 记得cancel 记得起来 对不对 然后你就把它给取消掉 那 因为后面 我们现在不确定的第2阶段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真的在 高息的环境下 在高息的环境下 其实大家的消费行为 一定会变得比较保守 教授讲对 例如说买车现在的这个利率 可能跟之后 真的有车的利率不一样 对 可能就不适合 当然我们不至于缩一结实 但是你的消费的循环的周期一定会拉长 就好比现在苹果手机 他的换机 以前 平均的 换机时间大概12到18个月 蛮短的 蛮短的 差不多啊 就是你 你新款出来我再等一下下午就换了 已经从过去的炫耀材 到现在 换机收起是33个月 差那么多 28到33个月 等于是说 他已经不是变成炫耀材 而是变成一种 如果我真的觉得有必要 或是你的手机的功能有一些新的 我能够 补足我现有不足我才会换 好 所以就变成 整个消费的状况地延了 对那这个地延的一个结果再加上 这个高通膨 高 利息的情况下 他一定又会做一些排挤 对 所以我担心的是说到了第二阶段 实际上的这个数字还是上不来 所以为什么像IMF他们 像IHS他们也有做一些报告 他们其实普遍预测今年 的经济成长率是会比原先预估来的更差 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那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我不知道刚才前面大家有没有听懂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比较乐观的状况是说 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 大家的消费意愿没有改变 但是我觉得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我觉得不太容易 因为 你股票市场最近的表现也不好 所以 在这个情况下我当然就是 借用一个这个非常知名的作家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是不是这个信谢 对刚好跟我同姓 信谢 然后他出一本书叫神奇五四三玄虎法 其实就 那就是你的 这个 跑到节目上来打书 没有没有没有 书还买得到吗 还是绝版的 所以没有打书的问题 绝版的 每次人家问我说你怎么来打书 我说这个书现在只能国家图书馆借得到 我要打什么书 绝版 对不对 买不到 连我自己都没有 为了这个东西 我还去网路上找别人的我还不能把他的拿贴过来为什么 这样我还违反著作权 结果是你自己写的 对 我想说这个好怪 就我截他的图我违反著作权 因为 因为他已经整理过了你知道吗 我是作者然后到时候我被告对不对 所以我知道自己 然后重点是 我忘了里面是什么 所以我要看一下 不可能啦教授 一定记得好不好 我跟大家讲 现阶段当然不用全部符合 五高 四低三堵 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 我想问大家 景气循环成长现在绝对会 绝对是进入景气成长 力道趋缓还不至于衰退 因为 上次这个美国第一季的GDP一出来大家吓死了怎么复的对不对 可是其实是因为去年第四季基期比较高嘛 可是正常他的年增率还有3.6 所以我们现在叫力道趋缓 不是衰退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趋缓 对 那在趋缓的当中其实 对中 对中小企业来讲 你在升息的环境之下 你的应变能力一定会比较差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大的公司 其实他比较能够掌握一些资源 比较能够调度 比如说像鸿海 就很明显嘛 其实这一波 他就很容易去 在各个他的供应链 去厂房去调度嘛 他的厂实在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在选股这种 第一个 你看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ROE 还是你要的是殖利率 如果我今天我 这样 5个都要不太可能 但在这里呢 基本上 你 如果是 高速成长的阶段 我会想要是ROE ROE要强 巴菲特说 15%这以上最好 对 但是现阶段来讲呢 我 我会特别重视的是毛利率 毛利率 为什么 因为 如果我今天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毛利率比较高的 我比较能够去应付 比较能够抗通膨 对 但是如果你又只看毛利率 你会发现 又有问题 所以 其实是一连串的看下来 但通常我是反着思考的 什么叫反着思考 我会先去找 这个独大 独特独家的公司 独大独特独家 对 比如说 这个 像阿格力很喜欢那个大树底下好乘凉 大树药局 那为什么呢 其实你看他就是 他不是独大也不是独家嘛 不是嘛药局到处都有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强 独特嘛 就是 他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差异性 门市的体验跟其他药局不一样 对那这个叫独特嘛 所以 我们讲的就是你要符合 那像 这一波 强势上涨 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 这个原来 远传 他不是有一个slogan 我突然想不起来 是有远传没有讯息 没有那是我是说真的我们家老家在屏东的乡下 我想起来那句话叫只有远传没有距离 对不对 没有距离是我们屏东乡下 那以前他股价都不会涨 所以大家就开玩笑说只有远传没有讯息 因为没有讯息股价涨不上 对 你知道这一波 涨得多夸张吗 他每天就是一路红K 一直上 那这种就是什么 类似 他也不算到 这个 独家 可是算几家独大 算几家独大 我的独大就是说几家 所以 这时候如果你选这一类的股票 实际上 他能够 帮助你去应付这些问题 所以 你这时候你只要回来 对一下就好 是不是低beta值 像远传 的例子就是 他之前也是 然后他当然也没有很多的负债 对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现在 法人更在意的是本益比 你的本益比是不是够低 我觉得这个 非常非常重要 比较防守的思维 对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你看 假设是从 5到3 你会 陷入另外一个 迷失 就比如说 IC设计的毛利率都很高 可是 实际上 他可能是高beta值 beta值 动作1.5以上 他是高本益比 所以 到这里你就发现 就被删掉了 所以要综合来看 因为教授讲的这个五高算是基本面的部分 对 那这个低 跟市场面 其实是有关系的 比较有关系 那当然读就是他的产业的特性 是 所以 其实就这样子下来 其实以现在来讲 我觉得比如说 公用事业类的股票 其实就蛮适合的 然后 像这个食品类股 其实有蛮多都符合 在这个环节里面 比较稳健的 这个现金有收益 没错没错 也会在这里面的 当然 未来我觉得 还有很多的议题可以讨论 就是说 我这个思维是比较偏向在 我就一个大环境的一个 变化的角度来看 比较逆势的时候 当然你如果说 可是我喜欢 比较刺激 我希望在这个环节点 我能够掌握到比较 更仔细的操作 那这不是我擅长 可能就要找腰谷大师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请教腰谷大师 谢谢教授给我们的 叮咛 这个神奇五四三旋骨法 这个书 已经绝版了 不过没关系 教授在今天 投资罪给你独家跟大家分享 五四三到底是哪一些的内容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请教腰谷大师回到 台股的部分 腰谷大师最近 我们看一下台股的K线 真的是 明明茂茂茂 那前一阵子有一个跳空上涨 大家本来想说 要导撞反转 所谓的导撞反转 就是 用跳空上涨 补掉之前 跳空下跌的缺口 这样是一个 非常好的讯号 因为 我之前跳空下跌 代表说 大家很看车 现在有办法 又跳空上涨 有那种气势扭转 的意味 对啦 不过呢 最近呢这个成交量真的是 明明茂茂 我们看到五月三号成交量是 1808亿 很久没看到2000亿以下 我们刚录影节目前 我要跟问教授 这个1800 这 不要看了 没人要拔嘛 大家没人要算 他表示 他不看盘 连盘都懒得看了 但不要想得太糟糕 原因是什么 对 你有准时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至少你3月底股票卖掉了 你至少4月的第1个礼拜 你股票卖掉了 没有卖光你也有减码 所以我说 接下来到底真的能减便宜吗 还是这个便宜减了 有多少空间 我们现在讨论这件事 比较有意义性 所以现在腰谷大师也是知道 你手上还有钱 有啦 你们现在一定还有钱可以减 除非你真的都没卖 有卖有听话的 其实 阿格力 我还有教授我们讲多少次 三月底也去股票卖 对 你稍微有减码 真的省很多 那 量这么小 像今天其实也是 大概2000亿 我们录影当下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觉得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分享 我上次讲过说 非半有可能反弹 对不对 有 阿格力大师有说 上礼拜三 我说非半会反弹 看我站着吗 普通普通啊 没什么站着 记得一件事 我们现在面对的环境是什么 我知道我们这个礼拜会升息 就在今天晚上 对不对 你看完这个节目晚上就升息了 我们知道 接下来5月的锁表 这是摆在你眼前喔 对科技股来讲 这两个对他都很差的 一定是很差的 那你怎么没下去 而且 最近有观察到非半都有那种 先率 然后后拉 就是这种 尤其是在前天 昨天比那个更明显 他是直接 我记得是 我们 礼拜一的凌晨 礼拜日凌晨 非半是 平盘 最后一个小时拉36 有有有 就这一根 我起床下到 对 就是这支 3.5% 我在想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是不是 整个 废城半逃地指数 因为前面修正的非常远了 开始有种 你讲了 算是 我知道 你说这个 缩表 我过去讲了 这都不是什么 新鲜事 大家呈现一副 我就跌这么深了 不然你是要怎么 反而他不跌了 一个不跌反涨的机会出现了 只是这一件事 还需要一些实际上的现象去证明 等一下我们就从台股里面来看 有没有这种现象 因为 毕竟台股跟非半的联动性 太高了 对 其实已经把非半指数 跟加权指数拿下一对 几乎长一模一样 好啦那这礼拜有没有机会 电子股 以今天来看 好像还好啊 电子股没有挺强的 台积电没动 连电也没动 你知道长什么吗 长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是好的 指数看不出来 他长一个很有趣的族群 叫细智财 长细智财 细智财是 你的腰股最爱 而且细智财为什么他好玩 照理说 因为电子股弱 那电子股弱资金跑去防守型的股票 防守型股票最近没有很强的状况下 怎么会跑去把 长细智财 对 细智财 那个 EPS都非常的 有赚钱没错 但是你那个股价跟EPS一对 这本益比有点夸张 你知道吗 叹叹叹四五十倍的一大堆 超高的本益比 对啊 超高本益比的族群怎么动了 这就是我在讲的 如果今天细智财这个族群动 那就是什么 你半导体的最上游 动了 那半导体最上游动了 像今天我们今天节目节目当下 有一张股票 环球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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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晶也是 已经司马当国马役的 都很久了嘛 躺很久了嘛 环球晶动了 然后呢上次跟他聊过 细智财有什么 创意啊 这种股票动 这个是一个警讯 就是台北股市确实 电子股也在开始 不跌反涨的现象 因为这个族群为什么很重要 它是人气指标 你细致才动 你半导体动 IC设计 大家最喜欢的电子股 会动 这是一连串的关系 这个一动台北股市 真的有机会来断 我认为是真的有机会 所以今天晚上当然是个变数 因为我们不晓得说 到底你升息两码之后 后面会不会再讲一些更 五四三 如果说不多补物到后面还更多 当然市场会紧张 可是大家不要想要太坏 电子股也在动 这件事 慢慢的 我今天会花一点点时间 多抓紧让我分享给大家看 大家去看 检视一下你过去 曾经喜爱的电子股 会不会真的要来 大家今天好好做功课 搞不好有一波 不错的行情 好 那姚谷大师都开心口 我们就要来跟姚谷大师 继续讨论 像最近这个金管会主委黄天木 他说 这个 现在台股是六股 就是六股理论 六股理论指的就是说 你主人叫基本面 那股呢就像股价一样 有时候可能走上头前 有时候又在下边 所以 现在如果在基本面不错的情况下 有没有机会 就像姚谷大师刚刚讲的 观察到 台股都跌到这么深的情况下 其实有一些电子股 已经开始有匹极泰然 这样的现象 那阿克里也帮大家整理Q1 营收超标 一个14档的公司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公司包含的 像是企基 合金 甚至到这个企虹 其实呢 营收的年增率都相当不错 都有双位数 这样的一个水准 除此之外更重要是 你现在不是打到基本面 你法人也要买 所以这个名单交给大家 就进一步的参考 可以自己 记录下来 然后做做功课 我们现在的重点还是要请姚谷大师 来帮我们解析 这里面我最有兴趣的是一档 3017的旗虹 旗虹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你看 台北股市如果你记得加上结束的跌幅 是非常惊人的 大部分的电子股 在3月底到4月 这一个月的中间 平均跌幅是30%到40% 30%到40% 很夸张 虽然说你有看节目前面有卖的 你可以多赚30%出来 但旗虹很奇怪 他也是3月底4月初 127 两位跳到出钱 真的回来了 可是当我们注意到回来之后 法人没有 没有弃手 一路就买 对 正常来讲 这样一刹下去 投信都会砍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旗虹其实 没有跌很多 他最高127 这边是100块附近 上星期三 所以我才说 上个星期三大家留意一下 有些电子股真的出现波段买点 如果走旗虹 像我们的老朋友 303切新星 上星期三是190 接近回来220 你用买的反而有赚 上次的邀悟大师有跟大家讲 新星可以留意 对可以留意 因为 刚好那个实验的高是礼拜三 所以说 大部分的电子股 我们现在观察到 大概都是上星期三出现波段最低点 但是有些股票强度很够 有些股票没有那么强 涨一天就停住了 你会比较没感觉 注意一件事 为什么我会推 推跟你讲301切起 伺服器的散热 他是散热族群 可是散热族群的股票很多 但他是比较纯的 伺服器相关的股票 所以有些散热是 有人做笔电的 有人做其他的 他主要是在做伺服器的部分 所以 我倒是讲到伺服器 我昨天看AMD的这个财报 也是优于预期 重点他就提到 是这个伺服器 需求上升 因为今年大部分的电子股 其实我们之前几集就讲过 今年台北股是电子股 有两个东西是很重要 一个是伺服器 一个就是你去看电动车的部分 都是比较强 他就明显强于 其他的族群 没错 所以说散热 旗红是散热 对不对 双红是散热 散热很多股票 为什么每次都跟大家讲旗红 你去看股价 他还是长这样 伺服器的比重 伺服器比重高 所以台北股是明明跌很多 他没有跌特别多 127好让你真的运气很差 最高的那一天好了 到这个低点差跌20% 对 你就是我真的 欺负100% 我必须最高的 到这20% 你还是赢过别人很多 这是我们刚聊到的 有些公司确实有基本面 所以在确实有基本面的条件下 先设定好 去抓向正常的股票 你会容易赚老钱 再来一个 这是我刚讲的 资源 老费制裁 腰谷大师的老朋友 去年才赚4块6 哇 赚到300多 真的是有点过分 大家想说 大家在K什么 本来不太高 所以被K是应该的 坦白讲 可是K的这个 330块 杀回来到这边 大概杀220 我记得这一天好像是228 不对啊 人家去 真的真的今年不错 第一季 第一季2块7了 哇 不得了 可能上半年就赢过去年 他第一季2块7了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上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聊到 资源的时候提到的件事 他的ASIC的 专案晶片 慢慢在增加他的获利 增加的贡献 因为 他当初签的时候 这种ASIC的晶片 不是说我一签下去 马上量都出去了 他是分批的 所以刚签的时候可能 只贡献了10% 20% 到隔一年 贡献的幅度越来越大 然后有营收的常委性 他会超有常委性 而且他不是做个案子 他后面还一投落 都有这种现象 所以他说 去年才赚4块6 凭什么拿到300多 已经在反映今年了 他在已经跟你讲说 我今年很赚钱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 2022年的资源 这个数字 2块7 有人在估今年 到年底会有10元 10元的话如果 IC设计 相关的 20几倍也不算太贵 所以是 如果你最近有在买到便宜 破季限的 资源 其实你最近买资源是赚钱的 你上礼拜买到现在都是赚钱的 他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矽智材其中一档 是 资源有这个现象 那别人有没有 还有 我们再仔细检查 还有一档股票 他也长这样 是新KY 这个也是腰股类 腰股类都反弹 而且 他不涨不少了 上星期三752 他今天快950 涨100多块 他涨100多块了 不少了 而且你再看基本面 去年蛮赚的 21块多 当然股价也高 他到1000多块 而且去年蛮多 风风雨雨 对 你是帮对岸 做什么一些军用的 那种晶片 那时候不是新闻闹得很大 杀到跌停 那时候我记得他最扯的 1000左右 杀了 连续十几只跌停 结果他这样涨回来了 这真的很妖啦 但是 你不见得会喜欢他 可你也可以把他当作参考 对 这股票 哎呀 杀这么狠 从1200杀到700多 真的是跌三四十趴 一个新闻出来 第一季不错 结果呢 你看 台报超乌预期 马上马上反弹给你看 也就是说 当市场很绝望 很担心 很失落 这行情不好啦 刚好是从马都轻功 对 讲句实在的啦 想卖的他也卖得差不多了 这种地方呢 能买的呢 除非像各位一样 之前有先卖掉的 你有钱买 不然这种股票谁会买啊 那前面有卖的 这里有买 这表示这一群人是两面都赚的赢家 对这样的单位 多空都赚 多空都有赚的赢家 对 你去选择 电子股里面 像这种 第一季真的很明显很好的 对 然后呢 今年成长性也高了 但他股价也跌多了 真的有买盘 所以你不要把行情看得太坏 说 加价值数 有没有钱的 明明帽帽 1800亿 没 有些股票已经发动了 如果这些股票 继续延续下去 台北股市的多头会真的来一段 所以这个礼拜要留意 有些股票 不要再买了 该买了 给大家参考 好谢谢小谷大师给我们的一个解析 因为 在这个台股里面确实 在跌升的过程中 现在季报要公布 我们确实可以开始去留意 有哪一些的公司 是真的说 财报不错 但是股价在第一时间 没有完全反映他财报力多 没错 或许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参考 一个时间点 好那要找到 这一些跌升 有机会反弹 财报要不错 势必 跟这个产业动态有关 刚刚姚古大师讲到 这个伺服器 那另外一个族群 势必就是 车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车用的讯息 我们的行政院前副院长 杜子君 杜大师也算是常常对产业提出他的一个见解 他说 现在全球 电动车的趋势 跟台湾的电子产业优势之下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油车的市场 台湾基本上是 没有机会来 顶多做做水箱 然后做做车灯 这没错 这真的就怕不怕 可是 现在我们很多这个电子零主线 其实都有 切入了一个空间 那 他觉得现在 全球的这个汽车供应链 有在重组的一个情况 因为过去你可能就是 欧洲双B 日本 双田 你的供应链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 Sony也要做电动车 红海也要做电动车 所以 台厂的机会就来了 所以他认为未来的贡献度 会远高于台积电 所以真的是 互国伸三群 电动车的互国伸三群 所以就这个方向 我们的 前行政院副院长 他也不是什么专门在讲股票的 所以他讲的话 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 因此从这样的角度 我们就要请教大师 在这个电动车产业里面 你有没有一些观察 各股是觉得说 大家 值得去留意 好 其实我很认同他讲这段话 因为 我们可以从今年以来的股价 就可以明显看到 电动车也算科技股没有错 但是明显 他修正的幅度是少的 甚至有些股票 明明台北股市从上礼拜到现在 大部分的科技股其实涨幅都不怎么样 我们有注意到电动车相关的股票 其实特别强 而且发动的特别快 所以这点就要留意 他会不会出现 我们以前都认同 电子股就是先看半导体 我们习惯是这样 这么几十年来都涨 从去年到今年你要留意 电动车有被款 重要的部位 电子股开始先看 电动车 半导体 强的时候 不对 搞不好电动车更强 是有这种可能吗 我们来看这几档很有趣 这几档就是后来去切入 车用的部分才赚钱 本来二极体的公司 一开始大家不认同 二极体毛利列部怎么样 20% 10% 大有人在 不是公司不好 而是那个市场上会让人家觉得说你的成长性有限 动能有限 可是你看画面上这张股票虽然是个高价股 德伟 他就是目前台北股市 车用 二极体的 龙头 而且股价走势也蛮 非常强 也腻大盘 这是非常强 强到我觉得 台北股市 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一样 明明电子股 对他真的是电子股 电子股杀得这么凶 大家平均跌30 40% 你怎么都没听到 这个就是以前班上考试 数学出比较难 大家不及格 平均成绩50几的那种 有人反应 教授 等一下要求你 不合群的 这就是不合群 让大家讨厌 股票还这样选 我们常讲 我如果我们 不知道什么股票特别好 去找 不合群的 长得很奇怪 我们先看线形 对嘛 线形来看 嗯 你就真的 你连季线都没到 这很过分 台北股市破季线很久了 这小子连季线 3675德伟 连季线 都没 而且还在五日线 好让我们再看 这个股票 这到底谁买的 哇 原来投信买一缸子 你知道 那有趣了 台北股市最近在反弹 他一马当先先出去 对 跌 跌不到你 涨 有你的 这股票把它记起来 这就是好样的 这种是标准的 行情差 他都不太跌 行情好 第一个发动 对 所以这种股票要列入 列入选择 以后选股票就这样选 那姚古达现在股价已经往上走了 如果想要切入的朋友该怎么样思考 这个切对很多投票会有难度 第一个 跪 这一张三十几万你跟我说这个 对三十几万 对啊 过来 这股价好像 长多了 跟着该追吗 可是你想到德伟 你就会想到 车用的二级体 二级体不是走他 二级体台湾 所以把他当一个指标就对了 就像嘛 你看台积电好 你一定买台积电吗 不见得 我买台积电供应链 对啊 就像我们之前讲 我们看他连电 我一定买连电吗 没有吗 我买资源 对 同样的逻辑 你把它相关的 来 强貌 这才是正常的电子股 跌这么深才是正常的 其实大家看到不会压异 因为大部分都长这样 可是你想 头前的德伟这么拥到 后面这个强貌会差到哪里去 不会嘛 他差在哪里你知道吗 差在投信狂迈 这很狠 观众朋友 看到数字表 用到的 这一港是买五千兆 是一天 投信砍五千张 结果砍完了 不跌了 也就是说 当投信因为股价大幅修正 被迫砍出 我先讲不能怪投信 因为有时候 被迫砍出啊 这没办法 怎么说 我手上买太多了嘛 我手上持股多 台北股市电子股又弱 那市场一定会把 想要把资金收回嘛 投资人 如果投资人基金要赎回的时候 我就一定得卖啊 所以我管你基本好不好 所以就发现说 哎呀强貌那流这么多 可是它并没有那么差 从目前的财报来看 它并不差 所以 跌深的股票 像这个 就有机会反弹 就说你从 得微 其实得微不错 基本很好 你在看强貌 基本也很好 你怎么跌那么多 原来是投信卖的 投信卖到最后卖的 差不多卖不下去了 这不就是机会 你又找到一个破口 又可以切股票 又可以买便宜的 另外那一档也是 我们当然 这个股票我建议大家 不要一次只看一档 把整个族群拉出来看 才有族群性 你才有族群性 一直教我们 因为族群性很重要 有时候单一股票强 可能是特定筹码的问题 可是如果是整个族群强 那就对了 这要打群架 就绝对不是说 这个好像不太对 把整体一起看 你会更有把握 你再看另外一档 525台办 台办长得就跟德威很像了吧 三月营收 历史新高 这猛 很不错 很不错 那你看股价也是啊 跟德威一样嘛 三月底虽然建高 下来幅度 没有啊 最高93 现在还有80几 没落到 所以我们刚刚三档 车用的二基体 就看得出来 疾病跌最凶的是强貌 可是整体来讲 这三档基本都不差 所以你把车用族群拉出来 二基体已经是一个转强了 会不会有其他的 改天 导限价谁又转强了 那就对了 表示台北股市 车用的新主流 或者车用整个族群 又要往上了 所以今天看完 赶快做一下功课 把这三档先列进去 你再看看 有这种的吗 我先跟你讲 一定还蛮多档的 只是说因为时间 我们不可以 讲那么多股票 给大家好好想一下 不要一直看到 哎呀 大家在谈升息 在谈缩表 哎呀 两码之后还两码 高明不要看 最近量低就是这样 可是你回头看 这不对 这是谁买去 这谁买走的 这也不是个高价 人家说这个行情总在绝望中 产生 市场有时候 我发现有时候业内很聪明 就是这样 行情好差 大家都会减毛 可是真的行情很差 像这个礼拜 大家focus 在那个 很纠结 升息的问题的时候 反而从而被吸走了 这种不怕就要留意 搞不好后面会来一段大的 给大家参考 好谢谢姚古大师给大家解析啦 那最近的很多公司第1季的EPS 即将要公布 那不妨你可以参考 姚古大师交给大家 例如说 得伪啊这个EPS 不错 那照理来说同产业的EPS 照理说就不会到太差 尤其 第1季的营收大家大概也知道说 到底是年增还是年减 所以如果在股市相对低档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抓 这个财报的催化地 我想有机会在短线上 有点获利啊 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 来请教 我们说这个数学 大家都 考不及格他考94分的 这位大师 还有出场音效 对 伴随着一点音效 这是我们的古怪教授 教授 所以教授 关于电动车这一块 你这个 异于昌冷的脑筋 可以提供给我们怎样思维呢 呃 实际上呢 基本上我们脑袋是怪怪的啦 看你名字就知道 不然叫古怪 那其实呢 我觉得现阶段在选谷操作上 我我觉得应该要开始来操作股票 操作股票 对 而不是说空手 为什么我这样讲 其实 最近我们在观察市场上有一个特别的状况 什么意思呢 就譬如说 股市还在跌 可是有些股票呢 他不跌反涨 或者说不太跌 这两个我把他归类为同一个 就是不太跌 或不跌反涨 这个 结果我们就仔细去看他们的 这个财报 会发现说 就说 他的去年的第四季获利不错 可是今年第1季怎么样 营收也大幅成长 大家都担心第2季 那第2季的这个事实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对 是 那为什么他不跌 甚至 他还涨 那 是不是 不是 其实第2季的影响对他有限 这是第1个 然后第2个是不是这个影响 反而让他的订单递延到 第3季或第4季 所以整年度的冲击不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们一定会去研究 事情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理论我觉得很不错 他说开车没有在看前面那两三公尺 我都是看远的 所以教授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讲得非常好 所以是要看远的 我都看右边 原来是要看前面 这个是女生穿短裤 这个 这个你知道 然后他们就说你手放哪里 我说 对不起 我以为这里是手刹车 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真顶好了 其实你去想 包括车用 包括伺服器 我相信他是地眼 而不是往下 手机跟 笔电 我就不敢讲 对 我觉得往下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第二季缺货 缺物件 他业绩 虽然上不来 但是会不会地眼 我觉得难度比较高 所以你看真顶 为什么他的股价反而上来 有没有 他这段时间 这是4月 那大家不知道第四季的问题吗 没有啊 所以 而且你看 我喜欢就是融资使用率一定要低 融资使用率低有什么好处 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人进来缴 所以4%教授认为这算是低的 算低啦 因为有的那种融资使用率拉得更高的 然后你看 外资虽然 买一点点 我觉得 因为 现阶段这个环境 我觉得外资 你要买的大外资 要不然就小外资 小外资可能是主力OK 但是 我们需要有人去认真的做产业功课 谁会认真的做产业功课 其实就是他们 教授我看你这个筹码 觉得不错 因为 这个奇章点 似乎就是这个外资买的 他先买一些些 投信又接力 那这个外资 当然他是大外资小外资可以再去讨论 但是我觉得 投信的部分就是 他愿意去做产业功课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就是在 局势最 不好的情况下 他 如果要买 我认为应该买金融股吧 买电信股 他为什么要买这一支 对不对 其实是不是我刚才讲这个思维好我再讲一个 这个股票 上海封城 有没有影响到他 有吧 肯定有嘛对不对 好 而且上海是有手当其冲嘛 还有昆山 尤其是在上海的特斯拉 特斯拉厂现在就不能动 还有包括 那个那个他的那个 苹果 组装的部分也有嘛好 但很奇怪的是 他有没有崩盘 照这种封城的讯息的影响我对营收影响 4月份大幅度的影响要崩盘吧 还在季线附近 其实算还蛮强的 对而且重点是 外资当然 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大股票 所以是大外资 那外资在卖台股 他卖合作 我觉得合理嘛 其实 外资这阵子 只要是 全资股 几乎都卖 对 那可是他 他这段卖下来以后 投信就进来接了 而且 自营商他在 他为什么要接 自营商为什么要接 这种股票 对不对 有趣 而且我跟各位讲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今年的获利 那我用去年的获利来算的话 去年获利EPS多少 其实差不多也在6到7块附近 那本一笔大概10倍 好 假设今年你都没有成长 就是维持这个获利的话 10倍也是没贵啦 对那假设成长的话呢 那就不一样 那因为目前 1 2 3月的营收市还都还大幅成长 当然我不晓得第2季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可是我就讲说 他的做的东西会不会遞延 就说我第2季 出不了货 因为我是整年度的目标 所以我第2季的货会跑到第3季或第4季 因为等到我正常 那个物流正常的时候是不是会遞延 因为他是电动车这一块 现在 也开始串起来 我觉得教授讲的蛮有道理的一点就是 在所谓遞延性 像之前疫情啊 我自己就会避免餐饮类股 因为餐饮类股就没有遞延性 所谓遞延性就是说 没有就没有 我今天没有去你这个饭店 你等我 我三个月以后我会来吃你这碗牛肉面 没有嘛 没有这个有现象 可是电动车就像我自己订车一样 你看他已经订了两年后了 订了两年后 这摆明就是没有 根本就没有 没有诚意啊 不是两年后 我预估他可能两年后才会叫车 也就是教授讲的 如果第2季交不出来 我可能第3季交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第2季他不交 你要不要等吗 因为上海封城嘛 我们 我们8月交车你 其实这是全 全球性 而且全品牌 没错 好 然后再来你看鸿海也是一样 就说鸿海 当然我刚才有讲到 他手 他手机的部分 他有 比较多的 这个场 对不对 可是你看一样他股价就撑在 其实他盘中有破100 但是你看他 目前手 很漂亮 他就 因为我这个线没有画得很好 就是 其实他是手100 投资人心理的线就是在这里 对 可是 有趣的一样嘛 融资使用率是一直往下掉 简单来讲就是说 这个股价散户 这个股票散户 已经没有兴趣 可是我觉得 当散户没有兴趣的时候 而且我觉得最妙是 你投信怎么突然 对这种股票这么有兴趣 买整个货 投信 那你说他是防守型的 如果真的要买防守型的坦白讲我觉得买金融股会不会比 红海好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当然大家还是认为后面的一个发展性 而且苹果 据说 这个新的电动车要出来 然后是要找红海代工 但这个传言一直有啦 但说真的苹果的 设计感我觉得应该会比特斯拉好吧 好 然后听说这个什么泰河金的 对对 不要这样子 然后 开到你红绿灯的时候我一定听到你旁边我 我故意踩一下油门说 怎么样 哎呀 这个车 没关系叫说我有两个车位 占百台 你说就是把苹果那台叠在特斯拉上面 然后 再来你看 当然这个 的 线图稍微差一点 可是一看 同样融资使用率偏低 就是赏户比较不爱的股票 其实最近也是你看投信有没有 也是 他不但没有调节而且持续在买 这是今年以来 持续在买方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股票共同的特色我做一个结论 就是他的产业 不会因为第二季的 衰退 而整个就往下走下坡 反而可能这些订单都会往后遞延 对 然后再来第2个是 以目前我们能够计算的本益比 已经偏低了 那假设他的业绩维持 那当然就是偏低 那如果他的业绩真的成长 那更好的投资价值 就浮现了 那这个 是不是也是 这些投信买进的一个主要原因 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教授给大家解析 今天节目大家真的又是 受获很多的一集 在现在 台股局势未明朗 而且在美国即将公布升息节奏情况下 教授也跟大家提醒 其实 升息已经是势在必行的 是重要的是我们要观察 升息的这个码数是不是 是由大到小还是由 小到大 如果是由大到小代表说之前的升息已经发挥了作用 所以对未来的这个展望大家就可以比较乐观一点 那至于在产业部分的今天腰股大师也跟大家提醒了其实看到一些 细制裁 IC设计相关的腰股都已经开始在动了 所以这个电子股到底有没有 那么弱会不会这个来演出V转的行情 似乎在短线上大家也还是有一点空间可以琢磨 那教授跟腰股大师都不约而同了跟大家讲啊这个 电动车相关的题材还是可以持续留意 毕竟 这是一个 10年的大忌 像特斯拉 这个本益比100多倍 为什么他 值100多倍 因为去年出货 90几万辆车 可是大家估 2030年 是要卖出200万台 2000万台 是2000万台 不是200万台 2000万台 跟去年90几万台 所以这个成长空间 你看还有多大 所以呢为什么市场上愿意给他这么高的本益比 当然不是叫大家去买特斯拉 而是说 你就可以把他当成一个股价 的一个指标领头仰的角色 相关的电动车族群在台股 未来还是相当的有机会的哦 好那相信今天的节目大家真的是收获了满满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别忘了上YouTube订阅 MVV财经生活频道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网络 稍后 云